刘浩存为什么得到张艺谋 宇宙独一份的特殊宠爱 2018年 关小彤因为与陆寒的恋情 还有红毯上的奇葩造型 经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网报 幸好他成功拿到 张艺谋影中公主一角 在黑成探的路人眼中 杀出重围 迎来了翻身之战 结果古风美人的椅子还没坐热 就被张艺谋一把拉下 2020年 张艺谋带着刘浩存 出席电影《一秒钟》的发布会 竟当众让关小彤下不来台 剧里行间都在内涵他 简唠刘浩存 关小彤好不容易 凭借美貌与演技积累的口碑 也彻底沦为了小花 随后张艺谋将刘浩存 绑在关小彤身上炒作 关小彤是国民闺女 张艺谋就给刘浩存新剧角色 起名为闺女 关小彤以京圈格格闻名 刘浩存就有了个 京圈公主的称号 不得不说 张艺谋为捧红刘浩存 简直用心良苦 就连周冬宇 也成为张艺谋为刘浩存 铺路的桥 一秒钟首映现场 张艺谋直接宣布刘浩存 是周冬宇接班人 而此时的周冬宇 早已是90后Top小花 刘浩存还没正式出道 张艺谋就迫不及待 让周冬宇退居二线 在刘浩存遭遇全网黑时 张艺谋不仅第一个站出来力挺 还曝光周冬宇天价片 丑耍大牌的黑料 光刘浩存转移大众的视线 估计周冬宇恨得牙痒痒 合作的演员不是张艺 就是张嘉义 刘浩存的拿手绝活 能过于一边踩在七岁女孩的脊柱上 一边还能登上残联为残疾人发声 2022年2月 刘浩存在背后资本的操作下 登上了残联春节晚会 与一众残疾人在台上深情表演 但在感人的台子里也无法改变 刘浩存及其父母踩在小女孩脊柱上 野蛮生长 在刘浩存心土槌菜时 小女孩却只能靠400块的补助金度日 再也无法直立行走 甚至基本生活都是困难 2012年 李氏刘浩存的母亲开了一家舞蹈学校 因为她的操作不大 导致一名年仅七岁的小女孩 下肢瘫痪以及大小便失禁 悲剧的发生让人心痛 但更让人心痛的 却是身为负责人的刘母 觉得女孩的瘫痪与自己无关 哪怕是法院判却赔偿女孩110万时 刘母依旧去不赔偿并提出了上诉 甚至还狡辩称 国家的教科书中没有 下腰会损伤脊柱的记录 反手将这个大过甩给政府 不过法官也不是傻的 自然再次被驳回 这也让刘浩存本就一般的路人员 更加臭名昭著 在法院判决刘浩存母亲 应当赔偿110万时 刘浩存一家装聋作亚拖延4年 导致小女孩错过最佳治疗时期 以至于直接拖垮了女孩的家庭 但刘浩存母亲却坚称家里没钱赔不起 声称家境困难无力偿还的刘浩存父母 却将女儿送进了北京舞蹈学院 作为一考生的天堂 从学费到住宿费等杂七杂八的费用 都是一笔不菲的数目 刘浩存不仅能拥有这些 还能在求学期间 就为上价值4000块的八宝利围金 直到2018年 刘浩存被张义谋选中 他的父母害怕影响女儿的心徒 才急忙还上欠款 刘浩存确实什么都没做 但他错就错在什么都不做 没有声明没有道歉 还用遗传病这样的荒谬借口 攻击无辜且年幼的受害者 但这并不是这场闹剧的终点 很快就有人爆出 刘浩存父母都是东立学校的在编老师 人在体制内还自主创业 本就是不允许写违法的 更何况他们还毁掉了 这个女孩的一生 网友对刘浩存的厌恶情绪 也彻底达到顶峰 纷纷劝刘浩存赶紧退圈 毕竟演技可以深造 但人品无法打磨